高雄新達電廠跳機造成全台大停電的最新消息是 經濟部剛剛記者會宣布 目標是今天晚上恢復全台灣正常供電 不過目前為止影響到的供電的戶數是 240萬戶左右 包括TPBS在內湖的這棟大樓也是停電中 而剛剛其實我們也一度摸黑直播 我們摸黑播新聞 你可以看到這個畫面是漆黑一片 剛剛大概在下午4點鐘左右 你可以看到突然因為受到高雄新達電廠跳電的關係 我們在台北的內湖攝影棚完全陷入一片漆黑 我們甚至一度要拿出自己的手機的手電筒 充當小小的一個燈光 再繼續很客難的直播 不過我們當然希望這個這個電跳電的事情趕快過去 因為包括現在台灣其實有志也說了 很糟糕了現在台灣狀況不好 停電水也不夠 另外疫情又死灰復燃 疫情看起來又捲土重來了 包括我們剛剛為您插播的 今天指揮中心已經宣布了有25例新增病例 其中13例是本土的病例 而這本土病例其中又以萬華的這一樁群聚的案件 案件非常的嚴重 看起來是相對嚴重的 因為已經有20個人已經染疫了 而指揮中心也匡列了 包括在台北市萬華這裡的 東邊康定路 南邊和平西路三段 西邊到吳州街 北邊到桂林街 這一個匡列出來的區域 如果過去從4月15號一直到現在 如果你在這個區域曾經活動過 如果你有發燒 流鼻水或是相關的症狀 要立刻跟指揮中心來聯絡 來 兵哥 其實今天大家如果看防疫中心的記者會的時候 現場就有記者說 我也收到你們通知的60萬簡訊 請問一下是怎樣 是我也有什麼意思嗎 其實我就想到 因為我以前在中時 中時剛好就在大理街那邊 就在這個匡列的範圍內 所以中時很多人都在附近晃來晃去 大概那邊一堆都收到了 那當然這個你收到簡訊 並不代表你有去過或你有危險 只是說叫你要注意 如果你身上有什麼不舒服 或什麼東西 或是你真的有去接觸這些東西 你趕快到去跟防疫指揮中 聯繫或是相關的診所聯繫 這是很重要的 大家也不要過分的驚慌 可是我必須講 你現在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你現在是要回溯到4月15號 我想請教一下你到底要怎麼回溯 對 它匡列的時間是4月15到5月12號 對 一個月的時間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請問一下你怎麼去抓這個人 在那個附近你要知道這個地方 雖然它是一個老街區 可是外地來的人其實也很多 那你怎麼樣去掌握這些人的行動 那你為什麼要去追溯到這麼久的時間 是不是你懷疑這個病毒早就已經在流竄 只是你現在根本找不到源頭 所以只好這樣擴大去篩檢 那不管怎麼樣 因為台灣過去 我們都知道過去這一年多 天佑台灣 很多看起來應該是有病毒 包括盤石劍 明明看起來就像一個在練鼓一樣的地方 到最後大家都沒事 連男女朋友之間都沒有事 那現在我當然也希望最好都不要有事 可是不管怎麼樣 大家還是要小心挺身 雖然陳時中今天告訴你說 可能暫時不會發布三級 可是我請大家拜託一件事情 現在你就把它當作政府已經發布三級 你必須要這樣先保護自己 因為只有先保護好自己 你才能夠要保護你跟你的家人 因為防疫指揮中心現在的很多東西 老實講我是非常疑惑 他們很多真相並沒有完全告訴我們 也沒有告訴我們情況真正的嚴重性 剛剛我提到基隆的東西 到現在你怎麼解釋不曉得 然後基隆的這個 現在他已經到中南部去 參加了很多禮儀團 當然未必有散佈 可是陳其邁知道的第一個反應 居然是他要去追查到底誰洩漏 那我就覺得很奇怪 前天跟昨天一大堆媒體 都在防疫中心開記者會之前 全部都在講今天有幾例 今天有幾例 然後哪裡區域 為什麼這兩天都不洩漏 是不是根本是你防疫指揮中心 自己告訴記者的 奇怪了 你們要散佈消息的時候 就要露個眾人皆知 你們不想人知道的時候 就要把消息掩蓋起來 你們到底在幹什麼 所以我覺得公平 公開 把所有的訊息告訴所有的縣市 不要只告訴你自己執政的縣市 不執政的縣市 你就惠莫如生 什麼都不講 這是完全不正確的一種作法 因為其實包括在萬華的這個茶店的 從事茶店工作的這個女子 她也曾經到嘉義去上香 可能那時候有媽祖 各方面的民俗活動 她也曾經到媽祖去進香 她足跡其實在中台灣 中南部都有 包括彰化 雲林 台南都有 所以我們知道有些城市 已經超前部署了 都在消毒 可是我真的很懷疑 像這樣消毒到底有沒有效 看起來只是亡羊捕牢而已 消毒 我跟你講 從登革熱 就已經有工會專家出來講過了 你們看到這樣的動作 都是安心作用的 其實真的對消滅蚊蟲 這個不會是第一製本的方法 因為你知道嗎 光這樣子前子 這是有排擠效應的 你把蚊子從室內趕到室外 從室外趕到室內 你在室外噴 蚊子會被躲 蚊子也是要求生的 他就會找地方去亂竄 不見得是好事 這是對登革熱的 對病毒你覺得 都已經是4月15號 匡例到現在了 如果病毒現在還在桌子上 我跟你講今天就不是20了 我跟你講今天就是200了 這個動作 你覺得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我們不需要這些 我說實在的 賓哥講得太好了 我甚至覺得 陳時中你也不用浪費時間 每天在那邊板子 一粒 兩粒 三粒 四粒 真的不用 你去QQ姐節目講就好了 或許把資料直接給QQ姐 QQ姐幫你唸還比較快 你應該花大一點的力氣 讓我們適宜 把所有你為了的路跟走向 整個防疫的工作 我想看到的是這個 你是指揮官 你不是Ladio 你不是TV 你不是這個功能 你每天在搞這個 為什麼 籤子 我們做媒體的人都知道 帶風向 他把這些足跡 這些內容 就會開始有什麼 我們亂傳 今天最紅的話是什麼 人與人的連結 對 人與人的連結 因為陳時中剛才我們也為您撥了桑浪 人跟人 茶室女跟獅子王的連結 今天是不是網路最紅的文字 有人去關心疫情嗎 有人去關心後面的真相嗎 誰在乎 他只要帶一個風向 整個就往那邊去 然後老百姓就忘了後面 很多東西的問號 不記得了 我們不要這個 陳時中不要去做這些事了 你貴為指揮中心指揮官 你應該要去整個大方向 告訴我怎麼做 甚至我都覺得 你到立法院都還比到這邊 這個面數字來的重要的 是 我們的政府一直告訴我們說 有政府請放心 有政府請安心 甚至蔡總統還說 不要相信假訊息 只要相信政府就可以了 可是人民 民間的動作其實是很誠實的 從哪一些方式可以看出 明星到底多誠實 從昨天開始 大賣場所有的人 很多人不能說所有的人 我知道有大部分的人 跑去這個搶買什麼 酒精口罩 包括這個賣場去購物的人 排隊排成好幾圈的 你可以看到 光是這個進場入場結帳的 那樣排的這樣密密麻麻的 你看到這個貨架 就一般的賣場的貨架 上頭的泡麵罐頭又來了 又被搶了 全部被掃光 全全部被掃光 你看這個都被掃光了 你可以看到有網友記錄下來 他們家附近的超商 或者是一般的賣場的狀況 看起來好像經過什麼樣的劫難一樣 全部被洗劫一空 全部都被掃光了 泡麵也是 但是這在新北 新北因為有出現了也是好幾例 所以就出現了搶泡麵大戰 甚至還有人大打出手 因為有某一些口味比較受歡迎 甚至大打出手 所以這個是不是就是人民 用行動來告訴你政府說 我可能不是這麼放心 我可能不是這麼相信 我可能覺得還是自保比較好 其實老實講 台灣的防疫到今天 為什麼做得這麼成功 老實說就是因為民眾超前部署 我們的民眾一直都在超前部署 大家根本不是很相信 政府講的話 大家先保護自己 所以才能夠守住 因為我隨便舉一個例子 這是今天防疫主委中心公布的 兩大張 說是就是那個獅子 現在人家叫他獅子頭 獅子王 這個獅子頭 就是他連帶影響的人 跑去的地點 總共公布了36個地點 看起來36個地點很多對不對 羅列很詳盡對不對 我告訴你 完全不進不死 為什麼你知道 你知道這麼多天 從5月4號一直到5月10號 7天的時間 7天的時間 你知道羅列的是多少人嗎 20個人 20個人7天 總共只去過36個地方 你相信嗎 生活好單純 他們都是宅男宅女 是啊 這些人 這些人叫做跟獅子會會長 有密切接觸人 你覺得會參加獅子會的人是什麼人 通常活動力都比一般人強 所以20個人7天 只去過36個地方 打死我都不相信 所以這只是他願意讓你知道的地方 他不願意讓你知道的地方 還不知道有多少 那為什麼每次都要搞這種飛機呢 就是因為這樣 才造成民眾對你的不信任 我跟你講 不只是實體賣場在場 你知道網路上那些 都已經訂到翻了 本來很多那種賣場說 我24小時內一定到貨 現在他不敢保證了 因為他搶得太厲害了 那我教大家一招 最近不是有羅列出幾家賣場 也有人有去過嗎 染疫足跡嗎 你們去那個地方 那就沒有人 對 第一個他不會有人 第二個他剛消毒過 其實他更安全 這招有道理 要學起來 對 要學起來 這就是造成大家的恐慌 錢子還有另外兩個字 也是造成恐慌 股市 最近股市今天又跌了300多點了 我最怕的就是陳時中昨天兩個字 叫近日 對不對 他本來第一時間說 第三集 本來要宣佈了 本來我們聽陳說 今日要宣佈了 結果後來他說 不是 我說不對 我說近日 我跟你說 你說近日就恐慌了 你要一次說沒有 大家就會安心的去做自己的事 不然一次說有 大家就死心了 就是這樣 我就發生這個事情 你告訴我近日 近日會造成什麼結果 今天恐慌 明天恐慌 到底什麼時候 你要給我痛快的一槍 痛快的一刀 不知道 沒有那個時間 大家覺得你近日在那裡 我覺得我們防疫指揮中心 已經整個亂了套 所有的醫生 最近我跟他們說 我昨天還跟很多 因為最近很多醫生 邀請我的跟國外的視訊 我英文超爛 趕天找錢子來幫我翻譯 好好吃 每個人都在說 所有外國的 外國的醫生 他們看台灣的媒體 他說他覺得指揮官累了 指揮官疲累了 一年多了 累了 他說而且整個團隊 也因為集中管理也累了 陳志忠你想一想吧 好 新達電廠大停電 導致了240萬戶受到了影響 這個影響的規模直逼815大停電 觀眾朋友 今天下午2點37分的時候 您的手機有沒有響起 沒有錯 高雄的新達電廠 因為跳電不明原因 所以影響了我們全台灣 240萬戶的用電 包括我們現在所在的 TPBS的大樓在台北內湖 剛剛在4點多的時候 其實也停電 你看到的畫面是剛剛稍早之前 我們在這個直播的現場 TPBS新聞大白話的節目 錄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突然整個攝影棚漆黑一片 我們來看看剛剛的狀況 現在我們這個所謂的 2025非核家園 看起來民進黨過去一隻死鴨子嘴硬 不承認說他們的這個 太棒了 我們現在在內湖的 我們的攝影棚也停電了 現在漆黑一片 我不曉得觀眾朋友看到 我是在黑暗中 可是不知道有沒有聲音 有一個緊急的電力啦 只有一個小小微光出現 觀眾朋友 跟您插播一則最新消息 我們剛剛正在講 我們正在檢討說 2025的這個非核家園 我們蔡英文